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Our Story是我在2013年送给一位好朋友的结婚礼物 这首歌其实有歌词 由我自己负责词曲篇 我在婚礼的现场为这对新人和在场的奔客演唱了这首歌 而Our Story的出现是很奇妙的 原先我准备找一首新娘中医的歌来送给她 谁知有一天 我的脑里突然出现了一句歌词 而我觉得这句歌词很有诗意 很适合这位朋友 那我就继续写下去了 歌词的意思是 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 一位很特别的人进入了我的生命 而终于在今天 我们将会为我们的故事 编写新的一章 时光匆匆 经历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 才来到我和业余音乐创作歌手Mandy 再次约定的日子 不知道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她的生活和她的心情 有没有起到什么的变化呢 不知道Mandy她又会不会很期待 可以再一次和大家在AM1320频道上相遇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ndy 我当然非常期待 可以再次在这里和阿Ling和大家相遇 相识非偶然 我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 分享我的音乐 而这两次的相遇 其实已经成为了我生命里面 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又令我对自己和对我的音乐 都增加了不少信心 我们下期再见 爱一次不容易 爱一次不容易 不管我多在意 爱情云也许是天注定 我和你的相遇 我和你的相遇 在何时在何地 恢复是童话般的情景 我期待 我期待着一段幸福快乐的恋情 Oh baby 我期待着 我期待着你我之间的美丽 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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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着你的画面 使我能够继续 等爱慢慢接近 爱一次不容易 爱一次不容易 不管我多在意 爱情云也许是天注定 爱一次不容易 爱一次不容易 我和你的相遇 在何时在何地 恢复是童话般的情景 Oh yeah 我期待着一段幸福快乐的恋情 Yes baby I do 我期待着你我之间的美丽 約定 是否难以置信 眼看着别人甜蜜 不着急 就算让我等下去 不怀疑 等到你的时候 我才懂得去珍惜 让我就此决定 生一个人的眼里 随孤寂 时而会与你相聚 在梦里 拥抱着你的画面 使我能够继续 等爱慢慢接近 Oh oh 我期待着能留 在我身边 等你 想爱总有些耐心 只要我依然相信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期待》 是我在大学时期写的一首情歌 自己负责词曲篇的 歌词描写的 是我对一份 幸福美满的戀情的期待 让我就此决定 生一个人的眼里 随孤寂 时而会与你相聚 在梦里 拥抱着你的画面 使我能够继续 等爱慢慢接近 而这首歌也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作品之一 说起大学时期 其实我当时的主修是 计划会计 毕业了之后 我做过六年的化妆师 也做过餐饮 是近这几年才做回计助理 我现在是一间非牟尼机构里工作 那叫做 《翻朝九晚五》 但经常都要OT的 特别是出量的时候 除了音乐 我喜欢煮食、看书 我也对学习语言很有兴趣 例如日文、韩文等等 我学过一下基本的钢琴和吉他 也有自学简单的电脑编曲 可以用在我自己的作品上 上一个星期的访问出街后 你身边的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 有没有给予你一些鼓励 或者给予你一些意见 而当他们听到 你的声音和你的作品之后 他们有没有很惊讶 你那种澎湃激情的音乐力量 澎湃激情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觉到 但是身边的朋友 都真的给了很多好的鼓励 和意见给我 有些说整个访问很清新 很舒服 不乐俗途 而有些又很喜欢我的曲词 和听到歌曲创作后的故事 因为通常这些大家都没有听到 而有些很替我开心 因为我做了一个新尝试 即是在这个访问 走出了我的安苏区 而有些朋友都真的很惊讶 原来Mandy 你喜欢唱歌和写歌 真的不知道 而我妈妈就说 有些歌的混合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在整个创作的路上 哪一个人对你影响是最深的呢 其实在创作路上 我都受到不少音乐人的启发 譬如之前那首《期待》 其实是受周杰伦早期写的一些 国语流行曲的影响 我亦都很喜欢一位韩国的钢琴家 叫做Iruma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一首钢琴曲 叫做River Flows In You 而影响得我最深的一位唱作人 就是美国的歌手Chris Tomlin 他作的歌既有流行曲的元素之余 即是旋律既簡單又好听 歌词容易上口 他亦都很清楚自己为什麽而唱 通过音乐 他分享了很多他个人的价值观 而我也有幸曾经在温哥华看过他的演唱会 他的真人真是很亲切很贴地 歌词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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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umility and willingness by you And oh, you were there Oh, a long love until the end And so I am here Bow down on my knees Lord, how can it be You're so perfect to my sins Love is what it is From the beginning Lord, how can it be You're so perfect to my sins Love is what it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Know that I'm alive Know that I was mad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by you 剛剛這首歌叫做Why 為什麽 是我自己作的詞和曲 配上簡單的結他 我看了之前提到的美國歌手 Chris Tomlin 的故事之後 自己也很想作一首歌 表達我自己為什麽而唱 以及繼續我的音樂創作 那在云云眾生裏 此時此刻的你 最想得到的又是誰人的支持 甚至是讚美呢 我當然是希望得到我家人的支持 以及讚美啦 其實心裏面 不多不少都還好似一個小朋友 畫了一幅畫 或者做了一個奴作 很希望聽到爸爸媽媽說一聲 Good Job 不過我媽媽也有經常說 她說她很喜歡聽我唱 黃飛的作品《紅豆》 有時她也會幫我看一看 我寫的中文歌詞通不通順 那到底是甚麼力量支撐著Mandy 可以一直在音樂路上的堅持呢 其實音樂它已經成為了我生命裏面 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一開始我寫歌是想抒發自己的情感 用音樂去表達一些難以開口說的話 而慢慢我的動力 是來自我身邊的朋友的支持和鼓勵 曾經我為本地的舞台劇 創作過一些主題曲和主題音樂 當時不少的朋友和觀眾都說 很喜歡這些歌曲 而那時我就開始覺得 原來我的音樂都有打動人心的潛力 而且我覺得天生我才必有用 上帝祂給我對音樂的熱情 我也很希望用我的歌和歌聲 去祝福其他人 那Mandy你又有沒有想過 終於日夜天 你可以完完全全站在屬於你的舞台上 給予所有都來支持你的人 唱出一首又一首你的作品 又或者你有沒有想過 可以在很多盞射燈之下 站在一個大大的舞台上 去演唱你的歌曲 如果這些都是你曾經有過的幻想 那那個場景會怎樣 而那些美麗的想像 會是你的夢想 還是會是你的妄想 我也是一個想像力比較豐富的人 所以當然有幻想過 會不會有朝一日 我可以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為大家唱歌 或者和大家一起唱我作的歌 不過我腦裡想像的 是一個簡單的舞台 不一定要有很多射燈 或者華麗的裝飾 只要可以和在場的朋友面對面 用音樂用心去交流 那就已經很好了 我相信這個不會是網上來的 因為我所祈求的 其實也不是很多 或者終有一天 這個夢想會實現呢 如果這一天真是來臨 在很多盞射燈之下 在一個很大的舞台上 在全部都是因你而來的觀眾面前 你最想唱給大家聽的第一首歌 會是哪一首呢 如果真是有機會給我 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唱歌的話 第一首唱的會是Naked 這首歌是我2015年有一天 上班的途中突然撐出來的 雖然歌名有少少搞笑 但歌詞的意思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赤身來到這個世界 也會赤身地離開 所以我們要感恩和珍惜 在這個世界得到的東西 和遇到的每一個人 當然這個道理是雪而行難的 我自己也在學著 所以我很想唱給大家聽 這一首我負責詞曲編的作品 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都很富有 而我可以認識到你們 我也很富有 Making I came to this earth Making I leave at the end How did I learn to desire Things that were never mine Making I think to myself I had nothing I had nothing I had nothing Everything was given by you I had nothing I was nothing, I was nothing All that I am is because of you May can I came to this earth May can I leave at the end How did I learn to desire Things that were never mine Waking I think to myself Another day of life and well Let me hold on to your promises In your truth I dwell I had nothing, I had nothing Everything was given by you I was nothing, I was nothing All that I am is because of you As I'm looking back, I was discontained I was the root of all troubles Help me to understand Just in your faithful name That I have it all I had nothing, I had nothing Everything was given by you I was nothing, I was nothing All that I am I had nothing, I had nothing Everything was given by you I was nothing, I was nothing All that I am is because of you 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你最想和世界上哪一個人 又或者是哪一個組合 來一次轟轟烈烈的合作呢?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聽一些電視電影的主題曲和主題音樂 因為音樂加上畫面令我聽歌的時候很有feel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會想和容祖兒合作 因為容祖兒她唱了好幾首電視主題曲都很感動到我 譬如說Encore36那首連續劇 曾經我寫過一首舞台劇的主題曲 我覺得這首歌很適合容祖兒去唱 因為她的聲線清脆得來 很有感染力 在未來的創作路上 Mandy最想走到的又是哪一個位置呢? 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 我也是想繼續做一些鼓勵人心 或者打動人心的音樂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和更多音樂愛好者一起合作 和跟他們學習一下 我也一直很想錄一個純音樂或者鋼琴音樂的專輯 但是因為我的樂器和編曲都差一點 所以真的很需要其他朋友的幫忙 上個星期我們說過了 一個人走到音樂路上是很孤單的 但是過程裡你自己最快樂的會是什麼呢? 又有沒有過痛苦的時刻呢? 而當中又有沒有什麼是讓你最難忘的片段呢? 在我的音樂創作路上 最快樂的當然是有人聽有人唱我的歌 因為上次都提過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的歌都是自己唱給自己聽的 最痛苦的就是有時開始了寫一首歌 腦子停不下來 所以有時寫到三間半夜都還在寫的 而難忘的片段都有幾多的 譬如說有很多詞和曲 都很奇蹟地出現在我的腦裡 而有些歌又好像對我說話 鼓勵回我那樣 而有些歌改來改去 原來最初的版本 就已經是最好的了 眾所周知 很多藝術者在生產作品的過程裡 都會有些無助的時候 Mandy會不會有呢?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她又需要找她的靈感女神出來呢? 如果要的話 那哪一個會是Mandy的靈感女神呢? 而Mandy的歌曲取材 又會從哪裡來的呢? 會從她的生活而來? 還是從她的生命而來呢? 無助的時候當然有了 很多時我的歌都會 差幾個字或者一兩句寫不完的 而當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會放下過一些時間再寫過 又或者問一下我的家人 和身邊的朋友 看看他們有沒有一些好的想法 我的歌曲取材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隨意、很自由的 來自生活也來自生命 很多日常生活上的經歷 都會給我一些啟發和感觸的 可能是在上班的路上 又或者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看到的一些情景 可能是一出感動我的電影 又或者是和朋友之間的交談 有時當我在外面散步的時候 看到一些花草樹木 又會想想大自然和生命意義之間的聯繫 希望 暗黑中沉著光 迷目中求幫助 踏遍天際 都不見有結果 壓抑中從境方 遗憾中全看望 若我相信 可憲路变化妄 忘记背后各种失望 人生感恩更多 能靠着你越过痛楚 荆棘终会冲破 温暖的光今天充满我心 璀璨的光举走 一切黑暗是你 命我重生 不再避兇 今天奉笑勇敢 心里似黑 珍开一切所困 是你 令我重生 坏着自信 梦想终在飞飞 这首《重生》是2016年的作品 是我自己负责词曲篇的 这首歌也挺励志的 歌字描述一个人 如何从黑暗无助 都找到光和希望 冲破荆棘 得到重生 如果以下的情景 只是可以选择一样 那Mandy你会选择 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 天天听来唱歌 还是你宁愿 继续拥有一把美妙的歌声 和少数真正 和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滋音人呢 我其实不是说 想成为一个被人追捧的对长 所以我会选择 继续拥有美妙的歌声 和少数志同道合的滋音人 我当然希望 会有更多的人 可以听到我的歌 从而得益 但是我会等待 适合的机会 去分享我的音乐 OK 我等你画错 是爱着太多分黑方 我拒绝我 用高年望掉车 没有错 是爱 在每日每刻所思所想 分为我 是观念太多 心中恐怕 但做错 但爱是愚痴者 当错 你是我 在世上最亲身 可贴近我的错 听故事变得 未能分向爱的我 在以后每天 不想错过 你是我 在身上最亲 不想放任我的错 在故事最重要 能收回 你共我 在以后每片 不想错过 你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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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最亲 是2015年秋天的作品 由我负责詞曲篇 但有其他朋友 帮我唱的一首歌 由于这个是demo版 所以是我自己唱的 首歌说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 伤害了身边最亲的人 但其实我们最爱 最重视的 始终是他们 Mandy 拥有一把很美妙的桑纸 也拥有一个充满灵动的心 这样的组合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一个音乐创作歌手 最大的恩赐了 但是Mandy 又会不会满足于现在的他呢 还是想再进一步 令自己美妙的歌声 可以更进一步呢 好多谢阿Ling你的赞赏 其实从前的我 对我自己的声音 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把声 沙沙的 有点Husky 而我又很羡慕 有些人的声线 很清洁 很Smooth 同时之前我也比较缺乏唱歌技巧 而近几年 我有跟一位老师学唱歌 他令我明白到 我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乐器 有自己独特的音域和音色 但的确需要练习和摸索 而我应该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 而不是和其他人比较 其实我现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会继续去学习 不断去升级我的硬件 即是我的声音和软件 即是我的心态 对于每个人来说 无论是歌手还是业余歌手 甚至是普通如我的人 都会希望得到父母的赞美 成为父母的骄傲 那你当然会是你父母的骄傲 如果他日你的成就再大 到时的你又会不会 都成为了你自己的骄傲 在过去的这一年 其实我学到自己要先认识自己 而不是等其他人去肯定我 所以我会为自己骄傲 当然不是夸夸其谈那种 而是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然后去为每一个小的进步去庆祝 好像能够写多一首歌 和多一个人分享我的音乐 都已经很值得骄傲 看着满天偏雪 但面占各瓜谦 心里说话 会否听见 从重像昨天 每一种事相见 无法停留身边 不知不觉 已经疏远 每一步探险 沉着去失忆 奋波的一天 里如何会灭 如果可将你我换转 从你最深情怀念 从心交出每个视线 去了解彼此的每天 新的一天里 谁可改变 腾出温暖 上帝的五年 户外终缘 继续角色演变 时间又转一圆 心里挂念 心里挂念 你的声事 遥远像昨天 每日期待 与见 能靠着你相见 不说明 不说不说 谁也会明白 我真心意 每步探险 每步探险 预约你出现 即使它体相同 没有心酸 如果可将你我换转 如果可将你我换转 沉密最深情怀念 从心交出每个视线 去了解彼此的每天 新的一天里 谁可改变 腾出温暖 上帝的全年 户外终缘 能否今天你我换转 尋密最真情怀念 从心交出每个视线 去带走悲伤悲水片 尋密最真情怀念 这首歌叫做《户外》 是2017年的作品 由我自己负责辞曲篇的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 唯本你的舞台剧創作主题曲 而歌词讲述的是 我们每天都活在忙碌之中 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身边的人 包括亲人、伦社的需要 其实可能在这个时刻 已经有某一个人 他在等着你的关心 一句亲切的问候 今年在2020年 这一年的Mandy 有什么话 很想对她家人说呢? 上一次我有提过 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唱歌的 我想多谢她们将音乐 带入了我的生命 也很多谢她们在我失忆的时候 对我的支持、陪伴和照顾 我其实很希望 可以像我爸爸妈妈一样 能言善道 没有能力之余 也有坚异的心去面对困难 我也想在这里 多谢我的妹妹 很多时候的无声支持 那Mandy 又会不会有些说话 也很想对一些跟她一样 一直坚持走在音乐创作路上的朋友说呢? 在张学友的某一首歌的歌词里面 有这一句 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 虽然我的音乐路很漫长 好像没什么发展 但其实很多奇迹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快乐和成就 不只是用金钱去衡量 记住自己为何做音乐 便会享受到其中的过程 可以用音乐来银食当然最好 即使做不到 你的音乐也可以很有意义 很有使命 至于我 神代令我 来到尽全 有即身一个 到今天 有你同学 未领悟 这是一种负贸 你活想建立代土依靠 这是你我的脚 神汉重的脚 在这彼此失望 彼此勉励 一起分担重担 这是你我的脚 神圈固的脚 在这彼此体能 彼此战楼 让主人天满在 告别冷漠 不温不复 抛开一切的我 以真生活出祈祷的爱 你我牵卑和人 我牵却 奔向主地 我牵却 这首你我的家 是2018年的作品 我自己作曲和编曲的 而歌词其实是很多朋友都有份参与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 之后我将讨论的笔记 好像拼图那样拼起来 就变成了这首歌 在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的Learn Mandy又有没有什么说话 想对十年之后的自己说的呢 我想和十年后的Mandy说 很感谢你在这十年来学会 学会如何爱自己和爱身边的人 而且即使遇到困难都不再害怕 得以成为一个更成熟更勇敢 对生命更加有热成的人 我真的很期待十年后的Mandy 如果我要一个业余创作歌手Mandy 送一首歌给十年之后的自己 不知道她会送自己的歌给自己 还是哪一个歌手的歌给Mandy他自己呢 如果要选一首歌送给十年后的我 我会选我自己写的With You 这首是我送给另一位好朋友的结婚礼物 歌词的意思是 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 可能都在寻找一个同行者 而这个同行者其实可以是伴侣 也可以是家人朋友 或者一帮自同道合信念相同的人 当同行者出现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互相包容 在这里我为十年后的Mandy 和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送上祝福 很开心在这两个星期内与你们相遇 I have lived without you I have dreamed without you I have loved without you I have cried without you Now I walk with you Now I walk with you Sweetest talk with you As I plan what to do No more work but us to I'll learn to enjoy I'll learn to enjoy every little thing with you I'll learn to count every blessing Even though the tides may come And the storm may rise I'll hold on to you Let's learn to forgive Let's learn to forgive When the worst comes out of us Let's not forget How I came to where we stand Side by side Your hand in mine Today is just the beginning 和Mandy经历了两个星期的访问之后 我很欣赏Mandy有一份很坚艺的心 要创作这些歌曲完全是不容易的事 但是她一个人就是默默地走下去 从第一首开始 第二首第三首 直到大家听到的每首 过程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很欣赏Mandy的坚持 希望Mandy 在未来的路上 爆发出更大的音乐成就 最后我想和Mandy说 我真的很期待你下一首作品 多谢Mandy 和亲爱的大家 和我们一起 经历了两个美好的星期四早上 天气慢慢开始动了 但是我听着Mandy的歌声 心里感到很温暖 尤其是在这两个星期 疫情的新高 不其然令人感到有点怯 但是不知为什么 听着Mandy的歌声 就让我重怯 去到一个很快就可以静下来的状态 我想这一种就是Mandy的魔力 亦都是她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在疫情下 听着Mandy的歌 心灵会越来越平静 祝福Mandy之余 亦都祝福大家 请大家继续努力 一起放逆 明天星期五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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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